所以顏色一定要選得比較沉穩一點 為什麼我說顏色多 因為這間屋真的沒有一個白色的位置 全部都是色面 所以你從哪裏看到都很英俊 到來的技術是很大的 但是氣氛是很好的 而且這間屋基本上每一個空間都是一種風格 我們看到細節位包括這些門教也是很簡單的 包括門把手我們都是特地選擇了白色的 原始是黑色的 我們加錢做到一隻白色的出來 因為我們單位比較少黑色的東西 我想整個空間下來是平面化一點 即是不要再顏色再跳 對 這種叫做什麼? 我覺得是原始的感覺 對 這種有少許房間 以前叫做硬洞或者石棉的感覺 因為它打出來的光很有趣 對 很有層次感 其實你在與業主溝通的過程中 是以業主的想法與求為主 慢慢我們附在於很多建議給它 最終會出現這間屋 一定是 因為這間屋是業主在這裡住幾十年 而不是我們 對 對 對 灣區生活多知道多一點 Francis 告訴你 這期我們又回到紹興的招商的單位 這個單位我們上次已經出過一個介紹 上集 上集 現在來下集 上集是很多色面方面都未有做 這期基本的廊 除了傢俬未入 已經是員工狀態 對 這個單位我剛才看了一下 很有特點 跟我們第一次看完全不同的感覺 所以很多朋友可以借鑑一下 這條影片有幾個方面 包括顏色、使用 包括窗簾、格局的變化 具體就有Francis 給我們介紹一下 好 首先先看到顏色比較多 這個顏色有綠色、藍色、灰色、白色、木色 但這麼多色調在一起會不會很困難呢 在設計這間屋的時候 我們要看比例 要看顏色的比例 而要看顏色的深度 以及鮮色度去到哪裡 或者我們從後面開始說起 因為你是設計師的角度來講 這個藍色是全球最藍的 這個比較聰明 但這個藍色是跟著 我們鏡頭可能斜斜地看到裡面的房間 這個圓關房裡面有一個顏色 那個長身色 是跟這個顏色一樣 即是有呼應 是的 我們的顏色不可以過多 我們用一個藍色 可能就是這個藍色 長身 以及這個顏色 它不可以跳得太明顯 即是要有過度 是的 這是同一個色系 OK 然後我們從第一間房間開始 這是原關房 下層區 我記得多次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下層區 我們基本的配置 嗯 上面頭頂就是感應燈的 現在日頭還沒亮 晚上會亮 進來到這間房間之後 比普通的房間多了的功能 就是我們這個洗手盆的 一來回家才可以洗手 第二個就是這間房間可能會是一個備用的畫室 好像這些面 全部都有 就是做一點點木色面 可以做一個小窗台的感覺 對 這些可以做得比較整體一點 跟我們地板 櫃 去做一個配層 哦 是這樣的 它也不至於像做石一樣 那麼硬朗 這些會比較軟 我們來看看這個廳 為什麼沒有顏色多 因為這間房間真的沒有一個白色的位置 全部都是色面 所以你哪裡看到都很英俊 包括這邊 大家觀看 我看到這裡 這個就是藝術室 旁邊這部廳又不是 更加突顯了藝術室的情況 它也是特別的 是同色系的 哦 要同色系的藝術 就是那種顏色的漆 它不會出來的效果太奇怪 也有驚喜給你 因為你不注意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距離 所以這些是不是要請一些比較有藝術細胞的工人 才可以畫得出來 這些是藝術漆 是藝術漆 由藝術工人 藝術業主 藝術造家 是啊 這間房間的業主 其實我們都是跟業主的想法 是啊 我們做一個調配 如何去操作 以及如何去做一個協調 那我們說回這邊還有一個窗簾 這一個我見過電動的 這一個就不是電動 這是夢幻鏈 是手動 是嗎 哇 挺帥的 可以根據不同角度的光線來調配室內的光暗 哦 而且焦箱放出的景色很帥 然後之前跟大家提過的 叫做懸浮頂天花 哦 是的 它不藏層嘛 這種設計 是的 大家都說流行毛主燈 毛主燈有幾種做法 有懸浮磁吸道軌 有我們這些床的燈條 這些就會曝光均勻一點 如果做那些蛇燈太多 可能你會眼花 哦 所以我們看看 整個這麼大的天花 就只有兩個 這兩個保光的 只有兩個保光的位置 我們光線會均勻 打得會飽滿一點 哦 沒有什麼死角的 來到我們這個廚廚 這個是我拍這麼多期裝修片 見過最大的廚廚就是這裡 是 中廚、西廚 因為它是兩邊分開了 顯得一個大的空間 裡面中間再加上這個中倒台 我覺得這個廚廚 絕對是廚藝了得的人 才敢組一個這麼大的廚廚 原來是很小的 在那邊 我們把所有東西都丟掉 包括我們這邊讓台的位置 封了窗 對啦 這個也是一個大的西廚位 業主也喜歡自己會沖咖啡 所以就有這些操作 對啦 這個是不是現場做的 還是怎樣的 這個訂的 即是成品訂回來的 對啦 我們事先留下電劑 就可以有電到 哦 對呀 平時就可以收起來 再打開 對啦 這部機器 我給小健 它是不是飲水機還是怎樣的 是職業飲水機來的 我們有管線倒了的 有淨水 我們淨水在廚房那邊 引到這邊 哦 插了電鍵之後 就可以按出不同溫度的水 沖咖啡一流 對啦 用這個 然後業主它有一些 可能藥品 它需要冷藏的 我們這裡有個小兵箱 在這裡 咦 還藏了一個小兵箱 對啦 因為可以跟廚房用的 喝的東西 分開啦 對啦分開啦 這些位置其實當時在做櫃體圖 已經整理好 定好了 才能出現這麼好的效果 對啦 OK 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廚房 因為這樣拉通之後 色面也有很多 所以進來 廚房其實很大 但是氣氛很好 對 因為有這麼多的色面 這個單位可以用一些詞語 比較遠一點 不會太硬朗 對啦 這間屋基本上每一個空間都是一種風格 我們稍後慢慢再走進去 走進去之前 我們會經過這個地腳線 這種呢 是我聽你跟我說過 因為要追求一種輕車風 所以就會有線條的地腳線 地腳線分很多種的 我們因為這個單位需要 琴棋書畫一些 所以要塑一些東西 所以我用了一些小小位置 做邊線做一些線條 例如我們這個 門桿 對啦 門桃線 還有我們門板 都會有一個花線在這裡 哦 看到了看到了 就是有一個小框 當然這些門不是行有 都很普遍的 但是怎樣用 就是用得正確 你看起來才會舒服 對啦 應該用在用不應該用的話 就要用上拳把門 或者其他門 嗯 我們看到細節位 包括這些門教 都是要跟上色 對啦 包括門把手 我們都是特地選擇了白色的 原始是黑色的 沒錯 我們加錢做到一隻白色的出來 因為我們單位比較少黑色的東西 嗯 我想整個空間下來 是平面化一點點 對啦 就是不要再顏色再跳 對啦 我們跟這個門白色的角度 到這一種 這種都是護牆版 都是護牆版 這一種真的有一點戶外的感覺 還有一點復古 對啦 以前歐式建築是很流行做這些的 嗯 現在現代所謂的風格 就是做滿牆的護牆版 嗯 這些是以前比較傳統的師哥做法 即是半牆護牆版 沒錯 再加上邊的柔的長身顏色 對啦 很多歐式建築會做護牆版上 會有一幅畫的墳紙 哦 就是一些舊式風格 對啦 所以進來這間屋 也是另一種氣氛 對 而且我們看到 你不花心思 這些位置全部都是護牆版上去 對 都是花心思 做到出現的整體效果 現在看出非常漂亮的 就是長尼賀 濕地公園 對啦 這個招商的横盤已經賣光了 哈哈哈哈 我們又看看這邊的寫手間 嗯 為甚麼有一個浴缸呢 正常我想問的 不知道是不是對業主私隱 即是很少會在公共 這個水公圍 是 做過浴缸 一般都是主位做過浴缸 剛才我們看到的房間 其實是女兒房 這個廁所 哦 其實是專門給女兒房 對 專門給女兒用的 還有可以放頭枕的地方 這個規格是否正常大的規格 對 可以說給我們招商的其他業主知道 好像這一種 即是這個公圍是可以做一個這樣的 是 是 呃 我記得寬度是差不多一米半的 差不多一米半的 這些全部都是這種 長尊 上場 包含這個整體的空間 嗯 去到另一個洗手間 又會發現到另一種 哈哈哈哈 玩區生活知多些 看樓找容易 隨著大灣區的一個融遊 香港越來越多的朋友 回來這邊規劃養老 或者是直接在這邊 開始他的養老生活 在這個時間來講 很多個朋友 可以做對比選擇的時候 會發現 嘩 非常之多的樓盤 應該怎樣選擇 也都非常之多的看樓團 應該怎樣選擇 容易推出了 定制化的看樓團服務 在這邊 會根據你的需求 以及需要 我們會定制化一條看樓的路線 而且全程 大家千萬放心 沒有任何的壓力 開開心心去看樓 在這邊還可以安排一些美食 大家去品嘗一下 中山的美食 珠海的美食 紹興的美食 整個看樓的感覺 是非常之舒適 就好像一個朋友 帶你到內地去看樓 然後我們也有來回往返接送的服務 去到不同的樓盤 我們會跟你介紹 不同的樓盤周邊的一個情況 會比較忠肯地告訴你 這個樓盤有什麼缺點 有什麼優點 哪一點是比較值得 符合你的需求的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看樓團 我們來到主人房 這個是完全被你改了 我記得可以進入的位置 不是這樣的 原來這個是走廊盡頭 你站在這個位置是進入 即是進入來的位置 主人房 然後我這邊是進次和的 這扇門後面是剛才說進入女兒房的 即是等於換了一個位置 是的 做了一些曉妙的東西 就是利用了原來這個門洞 做了這個櫃 這個櫃其實就是對面 女兒房的櫃 即是女兒房的背面 那個衣櫃的背面 沒錯 就是這邊 我們這個房間是白色和綠色 這邊有一個綠色的風格 這個板會充當一些不同的點綴 而且這裡又是藝術場室 其實這種做法真的值得和大家推薦 而我們出來的感覺挺好 就是你其他的面是 一隻顏色 然後用那隻顏色來做藝術室 它會協調一點 會協調一點 因為之前你都比較少做 但是我覺得這種風格出來的效果比較好 我發現這間屋很多的衣櫃都沒有把守 是沒有把守的 是因為追求一種簡潔平整 剛才說平面化的設計 就是不需要做太多線條 做一些其他的位置 但是房間也是 月頭頂 是 房間也是月頭頂 是 還有那盞小燈 這盞小燈很有氛圍 當作是夜燈 因為我們經常說和室的照明 我們分三組 三組 光的 中度的 暗的 這個就可以充當一個最暗的角色 而且這個可以轉的 可以轉的 這個東西挺好玩的 去到衣帽間 衣帽間 衣帽間 也很純平 所以看起來真的很平整 很治癒 現在很流行 其實我們叫做縣木峰 或者是不歐峰 其實它所表達出來的感覺是治癒的 是治癒的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打算做什麼呢 原來這個位置 可能之前的影片也看過 這裡會有一道鏈 來做一個被影房 做一個區隔 是的 後來這道鏈 微妝或者之後業主入住之後 就會看著寶寧再裝 是的 那這裡是否像床 可以休息 可以在這裡閱讀 這裡有書架 收納功能也有 然後 顏面也有多 是的 看到不同的空間 有不同的感覺 特別是我們拍過來這邊 你可以看到 這種叫做什麼 這些磚 我覺得是原始的 是的 這種有少少房 以前叫做 硬洞 或者一些石簾的感覺 沒錯 走進去的硬洞 裡面就可以去廁所 是的 所以它也是乾濕分離 前置了洗手盆 出來 我們原來廁所 應該是在這個位置 做分解的 這個位置做分解的 原來意思就是 洗手盆 馬桶 然後是企缸 很傳統的就是這樣做 我們推出來了 這個位置就可以做一個大桌 來做一個鎖洗 操作面舒服 這裏還可以擺桌 OK 然後轉進來才是一個 辦大事的地方 是辦大事的地方 不要走 就是洗手間的這種風格 我覺得 裝這種磚 我們比較少見到之前 少見到 少見到 我第二次做 第一次做是在我們咖啡店的廁所 OK 因為它打出來的光 很有趣 是的 很有層次感 嗯 這間屋我們跟業主溝通 包括我們看到有很多 值得去細緻品味的時候 包括這些窗台 全部都上了 木色 然後整體感覺就很強烈 包括你看看這些細節位 倒在圓角的這種窗台 那你上面放一些窗台電也好 或者不放一些窗台電也好 其實都很舒服 因為它其實木會比石有溫度一點的 石如果你不鋪電 它有點冰冷的感覺 但是木它除溫度的變化不大 這間屋的一個情況 跟大家分享完 其實在做這間屋的過程中 你覺得這麼多顏色 填配會不會是比較大的技術難點 填配最關鍵 我覺得是選擇到一定灰度的顏色 室內用顏色一定不可以鮮豔 如果太鮮豔 它會搶光 因為你居家的話 剛才說要治癒 你回來後來心不可以浮躁 你居家要靜下來 所以顏色一定要選得比較沉穩一點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間屋的業主 其實已經有很多很具體的自己的想法要求 其實你在與業主溝通的過程中 是以業主的想法要求為主 慢慢我們附在於很多的建議給他 最終就出現這間屋 一定是的 因為這間屋是業主住幾十年 而不是我們 他可能有很多生活經驗 生活的體會 有些生活的需求 你跟Francis說 是的 才能夠形成你自己適用的東西 是的 好 也很感謝這位業主給我們 給我們一個機會 去完成他的大碗區的這間屋 他們在少庭這邊 也會有更多繼續Francis的作品 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能會感受到 其實Francis的風格 和我們Harry 是兩種風格 是兩種風格 明顯一點 年輕一點 然後是壯色 顏色填配 我也要向Harry學習 我們也是一間公司 大家一起做很多交流 最多得的就是業主有這個機會 給我們 這裡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其實我們就無分彼此 也是一間公司 你去找Francis 或者我們去跟你介紹Francis 其實是一樣的 放心 在這邊來說 我們都盡力慢慢地做好每個單位 但是接下來都會有很多的 附近華絕城 招商 特別是招商 都是 特別是無闢 所以如果有這方面的需求 歡迎諮詢我們Francis 我們這邊會給你一些好的建議 我們接下來也會出很多的作品出來 供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我被人吹更新 上片 是啊 盡力 我們下期節目也跟大家分享 還有另外一間屋的情況 下期見 拜拜 玩具生活多點 看樓找容易 在這段時間 很多香港的朋友回來內地看樓 有參加各種看樓團 也有自己回來內地樓盤去看樓 在這裡Mango推出了一個 定制化的看樓路線服務 希望可以幫到你 定制化是根據你想要看的樓盤 我們跟你提前商量好 規劃好去哪裡看 而且過程中還會安排 你最喜歡的美食 一家人或帶幾個朋友過來這邊 可以很針對性地看樓盤 看周邊附近的情況 而且我們的事業顧問會為你介紹清楚周邊的發展規劃 現成的情況 以及介紹這邊有哪些人群會買 適不適合你 因為買樓來說 不同的價錢都有非常多不同的選擇 那究竟哪個才是適合你呢 是不是純投資 或者純自住 或者是買公寓 還是買住宅 還是先租 還是後買 等等的這些情況 我們會根據每個人不同的情況 給你不同的建議 以及全程毫無壓力 大家好像朋友一樣 輕輕鬆鬆 在一天或兩天的時間裏 將你想要考察的樓盤 我們一起去看清楚 所以在這裡誠意呼籲大家 參加我們的看樓團 那